再来要来看的就是漫威系列的这些电影角色英雄们 不管是合体组成复仇者联盟 或者是单飞各自拍英雄电影票房都是好的下下叫 像是美国队长3在4月的时候即将上映了 未演先轰动 但是这些演出漫画英雄片的演员们来说 却是各有各摆脱想要的这个英雄宿命 像是演雷神索尔的克里斯汉斯沃 还有演美国队长的克里斯伊凡 都因为英雄角色爆红 可是他们其实其他的作品 却似乎没有因为名气跟着沾光 大家只记得他们的英雄角色 其他的片子好像都有些惨兮兮 倒是小劳伯道尼比较没有相关的问题 因为包括除了钢铁人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系列福尔摩斯大法官 大家都觉得他演得不错 所以如何让自己不只有英雄形象 还有其他的代表作观众也记得 应该是这些英雄们最期望的行李 我做了什么我都想 我做了什么我都想要 你记得我吗 你的妈妈的名字是Sara 他经常穿上报纸材料 和衣服的衣服 你是一个想的男人 我再做了什么 我再做了什么 这一回却因为超级英雄注册法 跟钢铁人理念不合大法出手 联盟分成两派 内战一触即发 聚集电影为眼先轰动 就是因为票房越开越好 两集加起来 全球飙到将近360亿 红红演员克里斯一帆 我爱这个角色 他就是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男人 他就是良心的 他从不同的时代 我认为这个时代代他就是 甩开过去乃有小声的封号 知名度大开 照理说顶着美国队长的光环 多少能有名气带动买气 但这些年演的其他电影 票房都不理想 我的天啊 你是她的 我认为她的母亲 她甚至在英国的英国 我认为她的女人 你甚至少要打败 你甚至少要打败 不管是台北票房 只开出百万的爱情喜剧 还是克里斯一帆 自导自演还兼任监制的 纽约爱未眠 我们可以找你家 我们可以帮你家 让你成为我一个英雄 想和我一起游戏吗 场景穿梭纽约大街小巷 成本不高的独立电影 透过男女主角深谈 探讨爱情的本质 台北票房卖出150多万 卖得还比美国100多万好 当然两边的成本不能比 但超级英雄的人气 的的确确没有反应在 个人作品上 他们不管拍什么 他们就是会比较 这是我认为他们的宿命 那一比较 大家都知道 行销是差不多的规模 可是出来的成本差这么多 票房差这么多 那一定被人家忙 说穿了 扛下超级英雄的角色 形象鲜明 演出其他作品 观众接受度反而不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演超级英雄容易被逼行 不过美国队长 不是克里斯一帆第一次扮演的 英雄角色 他从心中吹起了 你不想要走火 你最后的生活 这是个乱零问题吗 过去曾演出 《惊奇四超人》的霹雳果 当时累积不少人气 但续集票房不佳 系列电影 呼声不高 不了了之 《惊奇四超人》 只帮他冲出人气 在霹雳果 美国队长之前 克里斯一帆的心路 其实算平顺 虽然一直都有戏眼 却都没能在观众心中 留下深刻印象 一开始 在校园电视剧中 演出小角色 第一次登上大荧幕 演男主角 是Kuso 讽刺美国校园喜剧片的电影 牺牲色相 拍完了第一部电影之后 克里斯一帆踏上他的电影路 极速A计划 玩命手机 移动程式 致命迷情 或是豪门保姆日记 跟黑寡妇 史嘉雷 乔桓森 抢先合作 连续几年 好几部电影 动作片 喜剧片都接 也尝试难医 说明克里斯一帆 能搞笑 也有身手 企图展现 可塑性 却似乎 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直到遇到这个改变 他心路的 关键角色 其实当时 要不要接下这个角色 让克里斯 犹豫了很久 因为他也担心被定型 担心跳不出英雄框架 也有霹雳火 失败的阴影 结果是他 让他改变了心意 最后一切 很能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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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多 你能够做 我看到了 我真的想到 你演出一個猛烈的行動 我做了一點 我有幾個時刻 你做了 我也看過 但我真的想要 來拍攝影響我的天 然後看你悶 小勞伯道尼 鼓勵克里斯伊凡 先求有 再求好 才能演到想演的戲 他知道他哪些地方 他比較不足夠 所以他有拍了很多 可能像是末日列車 然後可能像是一些 就是比較非主流的一些電影 就是一直有在磨自己的演技 這個瘋狂 一千人在一個銀箱 18年我已遭殃了 18年我已等到這個瞬間 片中大段的獨白鏡頭 彰顯演技 全球邁出將近30億 克里斯演到了想演的電影 小勞伯道尼當時那番話 也許也是他走過 低谷人生的心聲 你會對這些攻擊嗎 全世界都會看著我 問題是 東尼史塔克在哪裡 現在事情都不同了 我必須保護一件事 我無法活動 那是你 2008年 接下這個角色 小勞伯道尼演活了 皆要不尋的富二代 東尼史塔克 連續三集積極賣座 但歌的人生 可不是一路都這麼 一帆風順 那瘋狂嚇了我 它變成我的髮型 有什麼髮型嗎 5歲就在導演爸爸的電影中客串 說出了人生第一句台詞 連續幾年以同心之姿穿梭影壇 渾然天成的表演細胞 也讓小勞伯道尼更懂得 怎麼樣在鏡頭前發揮美麗 這時候小勞伯道尼才27歲 就與這個角色問頂金球獎 跟奧斯卡影帝 名利雙收卻也染上惡習 1999年因為毒品入獄服刑一年 演藝事業停擺 小勞伯道尼出獄後 宣誓再也不碰毒品 一步一步建立起正面形象 終於讓他被負面新聞蓋過的演戲才華 再度被大家看見 首先 I'd like to thank Susan Downey for telling me that Matt Damon was going to win so don't bother to prepare a speech that was at about 10am I don't have anybody to thank I'm sorry everyone's been so gratuitous it was a collaboration we all did this together certainly not gonna thank Warner Brothers Alan Horn and my god robbing off these guys they needed me Avatar was gonna take us to the cleaners but they didn't have me, we didn't have a shot buddy 电视影集爱丽的异想世界中 饰演律师拿下金球奖的配角 也认为了爱美奖 小老婆倒名在鞋内住的帮助下 一步一步翻转自己的人生 拍戏发片走回正轨 跟在强盒环丝下 低价争取演出钢铁人 这一演钢铁人隔年 小老婆倒名演了另外一部片 不仅有庞大的小熊迷 也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经典角色 福尔摩斯也夯到拍续集 两集票房不相上下 加起来全球票房开出350多亿 成绩很亮眼 但还是差钢铁人一些些 接演钢铁人同时也演福尔摩斯 是小老婆倒名聪明的举动 却也传出不少负面批评 说两个角色演得好像 潇洒风流然后泛淡不羁的 这样的角色来演 他的演法其实差不多 并不是说他只能够演 他这种角色 而是因为他这样的表演方式 是最被观众能够接受的 剧集还没拍 百忙之中却特别演了这部片 跟奥斯卡影帝老婆多瓦标系 如何诠释亲情纠结情绪 是演技关键 全球票房开出将近30亿 是钢铁人三的7%不到 虽然不比东尼是塔克的人气 但看得出小老婆倒尼 想再问鼎金奖的野心 同样想摆脱英雄宿命的 还有泪神佐尔 2004年电视剧中出世其身 克里斯汉斯沃市境落选 却被指派演别的角色 赢得2005年最受欢迎新人奖 隔了9年要上大一幕 发现没《星际争霸战》片头 男主角的爸爸 就是克里斯汉斯沃客串演出 之后接下蜜月变奏曲《现今》 跟不少大咖尬戏 表现相形之下并不突出 但这时他粗犷的外形 已经引起瞩目 2011年雷神索尔就找上了他 以角色需求来说 克里斯演得自然 连续两集加起来 全球累计360亿票房 让他顺利晋级百亿巨星俱乐部 这个角色让30岁的他名利双收 却也因此迎来了英雄宿命 接下来演的惊悚片 动作片 票房不亮眼 甚至还有电影赔了钱 他又开始移动了 西卡古 没有中国 这只是开始 打出克里斯汉斯沃主演 集合王力宏汤尾的黑帽骇客 成本据传砸了26亿 但全球只卖了6亿多 真的赔很大 难道是严于自己的处境吗 克里斯汉斯沃突然客串喜剧 电视机机 OK 我们给你试试 上 上 上 挺直的 这名歌也能搞笑不计形象 更截眼了另一部片 强调歌也能为戏吃苦 在有白经济小说谜的基础下 这部片全球卖出31亿多 成本预估也是差不多30亿 虽然不赔不赚 但可以看出克里斯 愿意为戏牺牲的精神 说明他不是只想拍英雄电影 克里斯汉斯沃为了真实呈现 在海上漂流90天的困境 为戏瘦掉了泪神壮硕的身材 减重20公斤 跟其他人相对起来他是野心比较大 然后愿意去接一些比较难度的电影的演员 决战中点线 然后这部电影是两个赛车选手的故事 他里面虽然也是演一个放弹不羁的 演一个放弹不羁的角色 跟雷神是有差异的 但是以他的外形跟实力是有的 就是他可以演一个很厉害的play ball 大家熟悉的童话故事人物 陈球卖座超过130亿 想当人片箱接着拍续集 而且还是以他为主角 因为很多的时候 他们都可能要玩一个 细水残留的方式来迈进 或者说是可能挑战演技 或者是磨演技会更好 当上了超级英雄之后 要怎么走出自己的路 不被角色定型 让其他作品也卖座 成了英雄们最大的挑战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都努力在尝试 尽管其他电影票房不好 还是要持续演出 这名歌有颜值也有实力 扭转英雄宿命